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小雷和黄博居然连续合作了四次 合作深度也在逐渐增加 后两次合作都是情侣恋人 双皇之间这种缘分真是羡煞旁人 在合作《绝强萝卜》这部电影之前 黄小雷与黄博虽然相识 却并无合作经历 由于黄小雷是个典型的四川姑娘 在大生活等剧中展现出川妹子的泼辣一面 让很多圈内好友也赞叹不已 因此黄博在拿到《绝强萝卜》剧本 看到小云一绝时立即响起黄小雷 于是立马向导演推荐黄小雷 来饰演这个四川暗魔妹 影片中黄小雷和另一位四川演员邓子飞 出演的一对打工小情侣 其中有几段暴笑的激情戏 据说每逢黄小雷拍摄床戏 黄博总会主动请应来做指导 黄博还调侃到邓子飞是自己失地 指导床戏是怕她被黄小雷欺负 前段时间刚刚落下帷幕的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中 黄博凭借自己在影片杀生中的精彩表现 摘下了影帝桂冠 在这部题材奇特风格古怪的电影中 除了黄博饰演的主人公和 于南饰演的马寡妇之外 另一个角色也让观众印象深刻 那就是黄小雷扮演的瓜妹 虽说这个角色在影片中的戏份不算太多 但黄小雷传承的演绎 将这个人物的风沙二等特点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而这个人物在剧中肆无忌惮的大笑 更是让看过电影的观众过目不忘 成为了黄小雷银瓶上的招牌动作 到了电视剧火线三兄弟 黄小雷与黄博不再是普通的合作 而是升级成为有诸多对手戏的银瓶情侣档 剧中黄博饰演的田三菱 是一个山东香巴佬 来到北平之后 混迹于黑道成为老大 而黄小雷则饰演八大胡同女骗子宋亚娟 与田三菱成为一对欢喜冤家 据说两人的造型 还是导演管虎亲自设计 颇有犀利歌和犀利姐的味道 堪称最潮起盖情侣桩 黄小雷曾说 尽管火线三兄弟是在冰天雪地里跨年拍摄的 但能和崇拜多年的管虎黄博 这两位好友一起合作 真的很有幸福感 在火线三兄弟中 有过默契十足的感情对手戏后 黄博和黄小雷在年代大戏 青岛往事中 在演情侣便显得顺理成章 黄博饰演笨小孩王满仓 黄小雷饰演美丽善良 时尚大方的民国时期新女性小曼 小曼深爱着王满仓 在城市浮华和乱世迷剧中 没有失去原则和希望 这对坎坷情侣的命运遭继 成为该剧最精彩看点之一 黄博和黄小雷将上一部戏的默契延续下来 又将用了之前没有的情感表演方式 展现了多层次的人物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